非常的漂亮 貴不貴重這道還是其次 我覺得要有意義的東西 而且他這個手鍊就是 做兩個愛是代表自己的心意 Hey 我是小派 我是沈澄 好了那今天我們的主題呢 主要是要講說 五六月份 在Instagram跟 臉書上很常會看到很多人在發一些 就是畢業文啊 結婚文 對我來說啦 我會覺得 在我學生時期的時候 對我來說是蠻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因為畢竟你看你從小嘛 幼稚園 然後國小國中高中大學 像澄澄 澄澄她就是有在國外讀過書 空力真的是差蠻多 我覺得跟台灣有差很多地方是 台灣可能比較注重實用吧 所以會包 使用 喔 包錢 對可是在國外的時候是不包紅包 因為這樣非常的不禮貌 我們一定是 選一份 而且是發自內心 是送一份很有意義的禮物 我們就需要是說 欸我們已經為對方想好了 然後有一些意義 然後所以才給對方這樣子 貴不貴重 這倒還是其次 我覺得要有意義的東西 手錶類了 因為我覺得 時間觀念很重要 出社會了嘛 那你要開始工作了 它 就不是所謂的學生了 就是你要對這個社會負責 你要準時到 如果遲到的話 那種印象分數不太好 手錶類的話 我就會推薦說 這一款 它的殼 外面其實包裝還蠻精緻的 因為我蠻看細節的啦 它其實就是一個很 素面的一個 嗯 表面 嗯 百搭款 然後再加上說 它CP值又高 我自己覺得說 像這種款式的話 不管你是 印尖各行各業的話 其實都 給人的定印象 都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它之心 除了有 1加1的禮盒之外呢 它還有2加2的禮盒 所謂2加2是什麼 就是像這樣的 對表 可以看到 這款我相信 洆湞應該會蠻喜歡 就是 很少女心 很少女心 而且它的表面 它的表面 是屬於那種漸層色的 你可以從 不同的視角去看它的話 其實都很漂亮 有沒有看到 對啊 有沒有看到 有 雖然少女 可是它還是帶有一點點的個性的感覺 它其實有兩個配色啦 粉色的表 皮革錶帶 然後一個是有點 紅酒色 紅酒配色的這種錶帶 我的話呢 我要送的話 我會推薦 水餐寄星1加1的這個手錶 而且它這個手錶就是 做兩個愛心 然後它這兩個愛心的話呢 我覺得 一方面是代表自己的心意 然後二方面是代表就是 就是兩個人的愛心這樣在一起 我覺得 如果是 送給結婚的朋友的話 非常適合 如果覺得希望可以 比較不要這麼 姐妹子這麼明顯 可以用 就是一個人戴項鏈 一個人戴手錶 然後它上面圖案 其實還是一樣 呃 在搭配任何的配件上的東西 我覺得 一定要有它的意義存在 像我覺得 我會覺得 自己打工 然後賺了這一錢 然後買了一個 可能在五千塊以內的手錶 嗯 對我來說 我自己會覺得蠻感動的 就是哇 自己買了一個手錶 它璀璨之心 它這個服務 我覺得 非常的棒 璀璨之心 它有附贈一個就是 你不管在任何的場合上 都可以用到的一張卡片 我們還附贈 這一朵 乾燥花 非常的漂亮 它每個禮盒 都還有附贈一個 非常可愛 這種手錶帶 根本就是精品類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支影片 或者是喜歡我們 璀璨之心商品的話 記得在下面 幫我們留言 按讚分享 記得 要打開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下次見 我是小派 我是顯晨